第一章 十二生肖 属无 据说很久以前 生肖这件事归四大天王掌管 当年执事的四大生肖 肖什么 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 后来 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 玉帝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来代表人间的生肖 并侧风为神 为体现公平原则 玉帝下令 在规定的日子里 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 并且 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顺序 为排名次的顺序 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 那时 猫和老鼠是一对好朋友 他们约定 一同到天宫去争取当生肖 并约定 到时老鼠来叫猫一同出发 可是 机灵的小老鼠心想 人间的许多动物都比自己长得漂亮 而且 而且还对人类有用处 比如 猫会念经 兔会拜月 狗会守屋 龙蛇治水 虎猴镇山 马牛耕田 猪羊供人类食用 自己 应当想办法才能争取到生肖 于是 在规定到天宫的那一天早上 小老鼠 悄悄的起来 没有去叫猫 自个儿 偷偷跳上老黄牛的脚中藏起来 让任性最好 最勤奋的牛 带自己上天宫 果然不负众望 老牛 第一个 到达了天宫 天亮了 四大天王 刚打开天宫大门 牛 还没来得及抬提 小老鼠 从牛角中一跃而下 直奔天宫大殿 尽管 玉帝不愿意封这个小小的老鼠 为生肖 可是 君中口中无戏言 可是 君王口中无戏言 自己定下的规定不能更改 玉帝也只好宣布 鼠为生肖之首 猫在家等了半天 不见鼠的影子 只好自己赶去天宫 由于等待老鼠耽搁了时间 等猫赶到天宫 十二生肖的名额早已满了 没有猫的份儿了 从此 猫恨透了老鼠 一见老鼠就扑过去咬 以泄心中之愤 而老鼠呢 也觉得有些对不住朋友 见到猫就逃 直到今天 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 人们也觉得老鼠 这生肖之首来得不怎么光明正大 也就对老鼠失去了好感 其他动物也疏远了老鼠 所以 老鼠便离开了人和别的家处 在地下 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 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 直到今天 他们的子孙也还是生活在地下 不管怎么说 老鼠 毕竟是凭着自己的机警和聪明 做上了生肖的第一把交椅